大部分就是很多國家都會開到Telegram的頻道 那它的功能就是跟LINE一模一樣 只是它更安全 因為它是一個被俄羅斯通緝之類的 然後逃到歐洲去開公司的人所做的軟體 那大家可以直接掃就可以直接加入我們聊天室 它是之前做搜索引擎的嗎? 是喔 Telegram的創辦人 BK 喔對,做BK 對,就是俄羅斯最大的Social Network 結果它就被他們的 它現在是總理還是總統 一下當總統,一下當總統的公司 被BK給盯上了 然後就掏到歐洲去 然後就開了這間公司Telegram 然後就做了這個說 號稱就是不會被國安局或NSA之類的所抓的 比較安全的加密通訊軟體 那它可以點對點加密 點對點加密通訊 所以在之前也已經被大陸給認證過了 因為維權律師都是用這個 然後他們知道維權律師那個週末就 這個就被DDO一死 對,就那整個週末就完全連不上去 然後週末過後就維權律師都被抓走 對,已經被大陸認證過 它是非常安全的通訊軟體 那我們現在都會在這上面聊天 或者是有什麼消息啊 或者新資訊啊 或者是有什麼新的可以幫忙的地方都會直接掉回去 所以大家可以在手機上裝 或者是可以在web上用 那好處就是它可以在web上用 像它有web介面 然後有手機介面 然後可以多平台登錄 然後各個平台都有 然後可以多平台同時登錄 這是HeroGren的小宣傳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分享兩個Windows 10相關的FiveBus的影片 那第一個是在升級Windows 10的時候如何保留FiveBus作為你的預設瀏覽器 第二個是如果你新裝了Windows 10要怎麼把FiveBus設為預設瀏覽器 這兩個是就是目前Modella行銷部門一個很大的困擾 因為升級Windows 10之後你的預設瀏覽器就會變成Edge 然後很難改回來 就是改回來的步驟還蠻複雜的 那然後接下來我會就是快速的介紹 我會快速的介紹就是 FiveBus大概從Australis之後這兩年的新功能 那這個部分本來是小弟要講的 但是他今天掛病號所以說 我只好拿他的頭影片然後看他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那先看兩部影片 這個完全不太 Probabilis 我會他跟他一件看的 我不能放他這件 видео 我不知道我會拍照 我會示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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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配合你的樓下 我會示範你 我會示範你 你會示範你 你會示範你 這個步驟就是不只是5Fast而已 如果你要設Opera或者是設Chrome成預設流暖器 都是一模一樣的步驟 以前我們是在這邊設選擇預設流暖器 它就變預設流暖器了 但是現在它會跳出控制台 然後接下來你就要自己做 這就是最大功能 Default Browser Let's go ahead and click Use as Default You will be shown a list of default apps in the Settings window Scroll down to the Settings for Default Browser And open it to change the Default Browser When you do this, you should see a list of web browsers That are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You can pick your preferred browser from this list And that should make it your default browser on Windows 10 Windows 10 has a great new operating system 已經跳到第二部了 剛剛那樣子就是你要在PONSER檯裡面選 選你要哪一個流暖器 它才會變成預設流暖器 對 那 我發現有些人已經加入我們留言頻道了 對啊 那這是第二部影片 就是如果你裝了Windows 10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選擇 就是你Windows 10的預設設定 因為安裝Windows 10的時候 它有一個就是使用Express的設定 它就會有一大堆選項 通設成Express 通設的預設值 對 包含的就是 包含的就是會傳送你的位置資料 然後會傳送你的什麼使用狀態啊之類的 但是很多人都會發現 他們的圖定和圖定的圖定 和圖定的圖定 都被改變得到的 改變 這裡是怎麼能保存的 保存的 一種按鈕 不如使用Express 按鈕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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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個人的選擇都會被保留 然後就像這樣,你準備好 跟你的喜歡的搜尋搜尋搜尋 只要你喜歡的 這是升級的時候的 剛剛那個是升級的時候的步驟 就是升級的時候它會有一個預設選項 那個要選擇 不使用預設選項 然後進去之後,它會有一個就是 預設程式的部分,然後再去選說 就是你不要用H當你的預設瀏覽器 這樣它才不會變成預設瀏覽器 不過當然也是可以讓它變成預設瀏覽器 所以它沒有什麼意見 現在只要不是用WebKit有預設器 我們都很支持 我剛剛也做了一個就是 用H來下載FiveOS的動作 它本來就是我們最快樂的 好夥伴 就是FiveOS 39的樣子 那FiveOS 40就是 號稱說支援Windows 10 所以說我想要看看 就是39跟40到底有什麼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就下了FiveOS 39 然後我另外抓了一個 FiveOS 40的安裝檔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它撞撞看 現在大家在FiveOS 40講話就會跑出來了 我點不到它 那我先開小B的投影片 就是我們接下來會快速的介紹就是FiveOS 最近的新功能 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真的會非常快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它昨天它把投影片丟出來 所以我操了一下 就是它到底想要介紹哪些功能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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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直在聊天 就會一直跑出來 而且因為是HDMI 所以我真的不能關金音 好 那最近 火狐裝新裝 大家可以想像小B就在這邊 為大家介紹這個新功能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Windows 40的FiveOS Windows 40的FiveOS上面的 上面的抬頭法變小了 然後也變成就是比較像Windows的風格 那 那第二個是Edge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把Edge也放進去 就是這個畫面上面 對 這是要解釋說怎麼設預設瀏覽器 對 就是 如果你在 就是你選 在你開FiveOS的時候它要問你要不要設設預設瀏覽器 然後你按 確定 它就會跳出這個東西來 然後你就要自己到那邊去選 說你要FiveOS或者是其他瀏覽器來當你的預設瀏覽器 對 就是之前 之前 微軟還開了一個Ctrl加Z的部落格 然後還寫了一篇什麼公開信 要大家寫信給微軟抗議 就是為什麼沒有User瀏覽器API的這件事情 好 那 FiveOS在 38的時候多了這個 就是 它把 設定介面放到分頁去了 就是分頁也變成就是以網頁的方式來呈現 那其實有蠻多的好處 第一個就是像 一些 就是它不再會 就是因為設定太多嘛 然後就會擠到畫面外面之類的這種問題就不會出現 對 那它也比較好修改 比較好擴充 這樣子 這是38的時候 然後 Ruby Ruby在38 也是在38的時候支援的 Ruby就是 日文字上面的那個小字 那個表音那個符號 對 那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我們現在每個禮拜我晚上都在 在 光環商場那邊有個 自己的攝取場地摩制公聊 每個禮拜晚上都有聚會 然後 剛好前天 晚上 Ruby這個功能的製作者就有來 就有來公聊 對 所以如果大家在台北的話 歡迎每個禮拜晚上來聚會 那你就可能會碰到很多很多人 他剛好 他是在澳洲的大陸人 然後他寫了Ruby這個功能 然後就剛好來台北 所以我們就找他來了 OKOK 不要 不要 不要轉換話題 呵呵呵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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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ber38多了Paki的功能 這雖然是一個就是很多爭議的東西 對 但是其實他還蠻好用 但是他真的蠻多爭議的 那我們之前在Mail Nindex 跟在Telegram上面也討論了蠻多相關的東西 一直到現在都還有蠻多爭議 Focus 我知道 看到了 然後 社群UI在 35的時候更新的 就是下面多了 就是選擇搜索引擎的部分 變成跑到下面去了 對 那好處是什麼 他們是說就是你可以打完關鍵字 然後直接按那個 選擇搜索引擎 他就會跑去那個搜索引擎 然後這個是 喔 Extension Sign 在 在多少的時候 在 呃 應該是最近這個版本 就是 應該是40 或是39 之後 我們就 Mail Nindex 要求所有的套件都必須被簽署 那要怎麼簽 就是你要把套件上到ADAM網站去 然後ADAM網站會做自動測試 測試完 測試通過就會自動限速 然後就可以把套件再下下來 就是開發者 如果你自己開發者 你要自己用自己的網站來散播套件的話 你就 你還是必須先上到ADAM 然後讓它簽完之後 再把它下下來 再放到你的網站上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Mail Nindex 你會發現有一些套件 會 會侵犯用戶隱私 或者是有惡意程式 在套件裡面 那 只要有上過ADAM網站的話 他就會做那些自動測試 就會避免這個狀況發生 對 所以就算你自己要hose 你還是得要先上上去讓它去測 這是 這是 最近這個版本 套件簽署的原因 對 那 他會造成一件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開發ADAM 或者是要開發 就是如果你是開發ADAM的人 或者是你要用一些沒有簽的ADAM 你就得要用Aurora去簽 去開 對 你就要用開發版 Fivebox開發版 它 就可以把這個簽署的功能關掉 對 那正式版裡面就是 安裝套件就是一定要簽就對了 不簽它就會被停用 這樣 好 所以說 這一陣子我就看到蠻多套件 就是如果在Github上的套件 就都會有人去開E區 就是你的套件沒有被簽 那40版以後會被停用 41版以後會被停用 那就很多作者也是在這幾個月內 在改這件事情 套件簽署 然後它有很多開發相關的功能 對 就已經TTT2 36 然後SSLV3被取消掉到34 這件事情還造成的就是 教育部憑證被 台灣政府憑證也同時被停用了 對 後來我們跟研考會 研考會負責簽政府憑證的人 就是 就是有聯繫上 然後他們就有說他們 他們有在處理這些事情 對 然後他們也找到方法可以讓 其他流行器先用舊的憑證 對 就是這件事情有在處理 然後還有 Public Key H264支援 開發工具最近有蠻多新的開發工具出現 就是開發工具內有蠻多新的功能出現 然後還有W3C EME 就是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爭議的事情 就是 在Fibos裡面內建 DRM的工具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 美國的一些線上影音網站他們都用這個東西 所以 如果你的AP4的播放不支援DRM 那就變成就是 很多人看影片就沒辦法在Fibos上看 所以就變成 就是為了使用者 為了很多使用者的需求 就得要有這個功能 那 當然 因為很多人其實是反對DRM這件事情 或是反對Probability Code這件事情 所以沒有另外出一個沒有DRM的版本 你可以在更多版本裡面 可以下載收到沒有DRM的版本 好 看來結束了 這是最新的Fibos的功能 大概從30左右到現在的大部分的行動能 Fibos現在是release chain的狀況 就是一個半月會有一個新版 所以說現在是40 大概一個月後就會有41了 哦 那接下來呢 這是Fibos在Windows10上的優點 Fibos在Windows10 Fibos40就是在Windows10上最好的 這是最新的版本 然後這兩個影片 好 那現在分享的時間就全部結束了 等等等等 吃吃蛋糕時間 那我們等一下就 大家就全部移動到那個地方去 那個地方 我們外面那邊 然後蛋糕會在那邊 然後我們還有 呃 有兩種 兩種小包的鋁箔包給掉 那大家可以 就是一人選一種 這樣子 那我們會在那邊吃蛋糕到幾點 應該是有20分鐘吧 那就先待個20分鐘 好吧 那我們會在那邊再到4點 我們會在那邊再到4點